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贝兰欢迎来到咪路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要说说看总体的目前的这个局势 那么包括西方对中国的内部又是采取一些措施 美国呢在中国内部搞的这些不三不四的这些字母运动啊 现在呢正在全线溃败 那么包括前段时间北京关掉了中国全国最大的这个统治中心 北京对吹中心 那么紧接着这两天北京就爆发了那个猴斗了 他说可怕不可怕啊 所以说北京也好重庆也好啊 好像四川也爆发过这个东西吧 听得蛮了觉得蛮了吓人的啊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讲讲 李尚福香格里拉谈话英美 释放全方位强硬信号 BBC中文网报道指出 中国官方不只要李尚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谈话 释放了全方位强硬的信号 BBC中文网五日报道 这是李尚福上任后在香格里拉对话第一次的演讲 在这次的安全防务领域峰会上 李尚福指出 中美奴发生激烈冲突 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 李尚福也提及一些国家正在亚洲加剧军备竞赛 但是他说世界足够大 可以容纳中美共同发展 两个超级大国应寻求合作共赢之道 李尚福虽在讲话中并未直接提及美国 但称有的国家须以插手他国内政和地区事务 在谈及台湾问题 他说是域外国家在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他说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并指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飞裂出去 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质疑 不畏及任何对手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都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随着美中竞争加剧 中方态度日趋强硬 三日美国海军指一艘中国驱逐舰 以不安全的方式使进一艘美国军舰 当时美国军舰正在加拿大船只一同经过台海 李尚福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 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从来不会到他国领空和领海附近 做所谓的航行霸权 最好的方法是各国管好自己的军舰 管好自己的飞机 李尚福不点名批评道 一些域外国家以航行自由之名 行航行霸权之使 是要把南海搅混从中余力 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坚决抵制 李尚福三月 接着中国防长在美国关系紧绷之际 外界格外关注他所释放的言论信息 现在等于说西方的解读 就是中国防长的话代表中国政府 也讲得很清楚 非常强硬 所以说中美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 洪森也已经告诉了我们了 告诉世界了 现在就是中美冷战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最后在那个国家层面那是太大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私人的老百姓的这个层面 我们要明白一点 今年不如明年 不就是明年不如今年 后年不如明年 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 美国呢 他现在 他这样来外部来暴击你 你想保持战略稳定的 其实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就越来越难了 你说保温保持定力 稳住 这个呢 其实很简单 你比如说像现在内部 我看到之前唐山那边对另一个卡车司机进行罚款 说他这个他因为这个北斗卫星 掉线了 这个导航掉线了 然后呢 卡车四个多小时 因为他们是开四个小时必须要休息的 否则的话他到检查站他要查的 他没有 然后呢对他就是罚了款 然后他呢也死了 对吧 他以自杀抗争 那么这个事情就给我们一个警醒 就是说现在地方政府的压力很大 老百姓的这个压力也很大 所以一有一点点事情 可能就是压垮骆驼最后一个道场 今天我也看到了在中国某地 好像是在河南 而不是在湖南还是在湖北 一个货车又开卡车冲向九个人被撞受伤 有没有死亡 我现在也还不清楚 就是那么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各地的这个高校提高学费 最高涨幅54% 很多这个地方银行到村镇银行 银行的利率再往下调 也就是你存款 就是没办法你在那那边存了 因为存的话就可能年花利率就百分之一点几 百分之二点几 非常低 即使这样子 最高的有的降幅30% 即使是这个样子 这个放出就是啊 他有一个叫叫什么什么什么平衡 那个专业词我一下子忘了啊 这两天脑子不太好使啊 就是这个放出去的款 跟这个给出去的这个利率啊 啊 这个是严重的啊 压力很大的 这个当中的收支不成正比 呃 所以你能看到 所以说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很多 就是问中央政府要钱 像比如说典型就是贵州啊 乌摩德奇啊 没钱啊 还不了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些地方政府的倒闭中央啊 地方财政呢 很吃紧 美国呢 这样来爆压你 你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呢 他没办法啊 中美关税的这个目的就这个嘛 把你这些企业逼到东南亚去 那么很多人就失业了 大学生呢 现在出来呢 很多人也都失业 所以他竟然用这种爆压你的这种方式 来制造你的内部的压力 给你内部加压 你加压到一定的程度 你大家就明白 你这个高压锅是会爆炸的 锅炉是会爆炸的 那么老百姓的层面的爆炸 那就是有的层人 他扛不住了 可能就像大连跟广州 包括中国多地 那种能开车 直接就撞 上次在广州那边 广东那边又是一个什么 插车司机 开个插车 在马上上面搞破坏 也就是说这就又进入到了 像90年代 犯罪频发的那种周期了 因为那时候不是下港潮吗 这种事情就发生了 发生的多了 所以社会呢 力气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 越很浮躁 大家很多时候呢 就一点就着 对吧 我昨天 我说过 我昨天遇到那个车祸 在我面前发生的 我看样子啊 我行车记录仪 我仔细看了一看 我仔细分析啊 他就是这个 故意撞上去的 而且那个撞的那个角度 因为我昨天 被吓到了 被这个震惊到了 原因不是他是一起正常车祸 而是他在开斗气车 上来直接照着 照着他那个尾巴那边 他不是说是追尾这样子打滑了 他直接照着那车子的后备箱 那个尾巴那边直接撞上去 故意把它撞到180度 所以非常恐怖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社会的这种内部压力啊 其实是蛮大的 地方压力也很大 中央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你这个高压锅 在这高压锅上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孔 那个叫出气孔 就你在煮东西的时候 它喷出去 你要有一个口 这个口呢就是台湾 所以说呢 美国就知道你 哎呀 可能甚至是冷不住了 是要干台湾了 马上又派人跟你来和谈 你这两天又派什么新党的 到北京跟你全国政协来见面 前两天们把全国政协给惹怒了 今天一派新党员过来了 安抚一下 没事 两人加亲 九二共识 我们支持岛内啊 民进党的声音 是一部分 大多数的人还是支持统一的 就给你来搞这个东西 美国们 台湾主任 亚洲的这个次卿 过来跟马赵旭来谈 这个 对吧 好说 一切都好说 大家不要弄 要建立户篮 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弄多了 就是他 你看到去才是跟你来谈 但是他是来干嘛的 他是让你这个高压锅的那个小孔 嘶嘶嘶嘶嘶嘶 那个小孔 他不让你出气 就是让你在内部 你还没武统台湾的 让你内部先爆炸 让你内部先爆炸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很多社会上 很多新闻啊 都负面的 挺多的 对吧 包括武汉这个网 把他给网爆 跳楼自杀了 那个母亲啊 很可惜 跳楼自杀了 对吧 大家的这个力 通过这个事情 大家看得出来 大家力气都很重 所以说呢 我呢 作为一个 政权的支持者 作为习总的 忠实的这个粉丝 追随者 我呢 其实是真的挺忧心忡忡的 但是内部的压力 一定要在外部找一个窗口啊 对吧 要么就直接支持俄罗斯去打 要么就是在这里武统台湾 但首要的事情还是武统台湾 啊 否则的话 现在军人现在 对吧 也是一鼓作气了 现在那个鼓敲的 他全身都已经 乐血沸腾了 都要干仗了 但是你看到最后 对吧 他们现在也很不难反 啊 也很不难反 所以那个 李尚福他说这个话 今年比去年 魏福 魏凤河说的话 还要强硬 对吧 啊 然后呢 你看美国啊 我们再来看 他们现在洋洋得意了 美国之音 就洋洋洋洋得意了 美国回访南太 分析 将可事办公备之效 啊 这个所谓的 美国部长 艾劳德 奥斯顶 6月5日 说 美国和印度就未来几年的 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达成一致 正在新德里访问的 啊 正在新德里访问的 国防部长奥斯顶呢 他是这样是说的 过去一年 美国和盟友在地区 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布局 获得重大进展 奥斯顶委表示 美国近日跟巴布亚型几内亚 缔结新的防务合作协议 深圳化双边安全合作 并与多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 随船观察员协议 帮助打击非法不受管制 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 啊 匪中恐终止警务合作 日经亚洲6月4日报道 匪基辅责军队事务的内政 及移民部长 啊 蒂科杜阿杜 阿 在相跟里拉对话 今天透露 匪中警务合作 审查的协议的审查结果之一 有可能就是终止协议 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所谓战略地位 就是说 南太平洋岛国主要在第二岛链上面 啊 最让美国害怕的就是 这个 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 安全协议 中国军舰可以停靠在所罗门群岛 进行补给 所以你看 这个就要美国回防 南太平洋地区了 中国盯上这一块地区 美国现在就是重点在这里发力 又让日本跟韩国不停给他们钞票 给他们钱 美国 美国们在这里给他们好处 美国们在这里搞事情 啊 对吧 所以说他现在呢 其实我感觉他们脑子有点 那如果你牛逼的话 你应该你应该自己都是盯上这里了 怎么还要等中国发力 你再盯上来 啊 所以我说过北京要在外面建立这个军事基地了 你现在在930万6万平方公里土地内 啊 大多数人都是紧紧紧紧紧的 啊 各级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老百姓的压力也很大 大家都是紧张细细的 啊 这个东西 它就是火药桶 啊 被美国成功的给引爆点爆了 啊 那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啊 啊 所以赶紧要盖动手就要动手了 那么还有一个 啊 清华的 这个 女的说 啊 啊 就叫清华彩虹旗事件 啊 呃 清华彩虹旗事件 与中国不断缩小的 LGBTQ空间 在校园分发彩虹旗 并与校方对峙后 两名女生受到处分 两人就此起诉教育部的案件 未被法院受理 他们经历表明 在中国 即使是微妙的 啊 这个 这个同性恋 和跨性恋 表达空间也在缩小 啊 呃 所以说呢 什么叫卡罗林里还记得 他在高中准备 申请大学时 看过中国顶尖学府 清王大学的宣传册 里面提到了一位 参与创立了某 五个字母 群权力团体的毕业生 这种校园包容性的暗示 让自我认为 为库尔的李女士感到惊讶 李女士最终进入了清华大学 现在已经是 二十一岁大三学生的 李女士认为 这门小册子 继续讽刺一尾 过去意念里 她和她的朋友 二十三岁的大四学生 克里斯丁 啊 黄一直在与 校方和国家教育部门 就同性恋和跨性恋 表达问题 进行一场 毫无胜算的斗争 啊 所以你说这次 我高度相信 在清华大学里面 所谓的打倒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 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发生的 啊 看样子是 你看清华大学里面 现在都在干嘛呢 学生都是什么思想 我们的最高学府 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人 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 中国的教育 要防范被美国的渗透啊 前两天 浙江那边的 对吧 美术课本后面的二维码 是黄色网站 啊 所以说 在各个各 各级 各条战线上 美国都在发力啊 包括现在 你看在北京 还让你爆发猴豆 啊 让你爆发猴豆 猴豆是怎么爆发的 啊 在北京 啊 有很多的 啊 老gay 啊 很多的对吹者 啊 再说 你所处的中心 爆发这种东西 想想都想了 吧 好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机密 啊 机器 机密 人